唐朝大书法家张旭时常在饮酒之后 用自己的头发沾上墨汁来进行书写 从而轰动一路 然而在脑科专家张大千的演义 这个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书法佳话 却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那么草盛张旭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头发来写字 而事后他又为什么会对此一无所知呢 请您继续收看名人酒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朝诗人杜浦》有一首名诗 《隐中八仙歌》 他在诗中描摹了八被名人恃久无命 而又财情纵横的醉酒状态 其中有《斗酒诗百篇》的《大诗人李白》 也有《辉豪落指如云烟》的大书法家张旭 张旭的书法以狂草而著名 其作品可谓一字千金 他时常在饮酒后脱帽漏顶 用自己的头发沾上墨汁来进行书写 然而在脑科专家张大千的眼里 草盛张旭的这个创作过程 却是一个发病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张大千先生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而张旭的醉酒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 脑科医学专家张大千先生走进百家讲坛 从名人银酒的故事说起 深入剖析银酒与疾病的关系 请您继续关注系列节目 名人酒故事第三期 张旭三杯草盛传 我们上节课呀 跟大家讲到了 和李白同时期的 还有另外一位旷世奇才 这位老兄的这种才华呢 他不是表示在和这个诗词歌赋上 当然诗词歌赋也很棒 但作为他的这种金字招牌 是什么呢 书法 因为他开启了 我们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先河 所以被当时的皇帝呢 唐文忠 封为三绝之一 而且也被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们 冠以 狂草大师的这种美誉 这个人是谁呢 姓张 明旭 张旭 张旭这个狂草啊 从文献资料上看 他在那个时代 受欢迎的程度 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一字难求 那个时代的人 就和张旭同代的人 要想得到张旭的一种 就是一个完整的书法作品 很难很难 同代人就很难了 对大部分人来讲 能够得到他的骗纸之字 很不错了 很好了 可以增长起来怎么样 传代了 当传家宝了 而且有的人 为了想得到张旭的书法 绞尽了脑汁 想尽了办法 史书上就记载了 那么一个事 就说张旭啊 刚刚做这个 叫长书县的县令 当年县太爷 没几天 对这个周围环境 还不太熟悉的情况下呢 一个老人来 来来 来拜访他 所谓拜访就是打官司 张旭看完他这个书送状之后呢 不由得乐了 为什么乐呢 就发现这个老人 打官司的这个理由 小到比芝麻烈还小 一句话的事 他却兴师动众 来打官司 所以张旭 看完以后就跟他说了 就这么点小事 值得 就是跑到县城 这么兴师动众吗 和解算了 这个老人一听呢 立马表态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不过他说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什么请求呢 就说您能不能把您的想法 观点写下来 我口说无凭啊 对吧 张旭清有道理 结果就顺手写下来了 然后把这个就交给了 这个老人 这个老人就笑眯眯的就走了 结果张旭呢 当时没拿过门来 他觉得自己也很棒 刚当仙台爷 没几天 我几句话就摆平一个事 我太爽了 对不对 可没几天 你们老人 颤颤颓巍唐拐杖 又来了 又接着高 张旭觉得可能 那个事没摆平 是吧 可能又闹出新矛盾来了 因为邻里之间的事 有时和家庭一样 说不清 可看完以后 这输送状怎么样 张旭有点 急了 不舒服了 因为他这个输送状和第一章完全一样 还是为了那么点鸡毛蒜皮的事 打官司 所以张旭就跟他说了 你说我做一个县台爷 一天要处理多少大事 你这个老人 为了那点鸡毛蒜皮的事 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我 你不等于客观上影响我的工作吗 这个老人一听呢 张旭急了 说实话了 他说我是罪翁之意 怎么样 不再久 我是通过打官司 想得到您的墨保 上次得了一份 我还想得一份 照房抓药 没想到你也急了 我得不到 可想而知 就为了得到张旭的书法 什么鬼点子都想到了 正因为一字难求 怎么样 他市场价码肯定高 随涨穿高 所以据说张旭的真迹 只要是真迹 在当时活着的年代 就马上可以变现 这很不容易 所以史书上也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就说他有个邻居 跟他是发小 从小长大的 后来这个家庭家道中落了 穷了 穷到什么程度 连饭都吃不上 他就想到了张旭 张旭是跟他朋友 就给他写封信 希望他能资助一下 因为张旭现在已经出名了 现在也不跟他做邻居了 搭走搬走了 搬另外一个旗去了 对吧 所以他给他写了封信 没几天就回信了 说明两个人关系确实不错 信里边写两层内容 一层的就是对他目前的现状 表示一种说关切了 同行了 慰问了 第二层的就明确告诉他 为了解决你这个经济状况 你就拿着我这封信到市面去卖 而且给了他一个指导价 不能低于一百斤 你叫卖是不能低于这个价 这个邻居刚看完戏以后 他觉得张旭在忽悠他 你再出名 你给我写封信能值一百斤 这不开玩笑吗 说明这一百斤在当时怎么样 是个比较大的钱 不是小钱 你忽悠我画饼冲击叶当于是 和这邻居的太太脑子很清楚 说你也不要着急 咱也不指望着卖一百斤 你拿着去市场叫卖一下 卖个十斤八斤的不也挺好吗 起码他吃饭的生活间不出问题了 这个邻居一定有道理 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到集市上去了 到了集市以后 出乎他的意料 很快就被一个过往的行人买走了 高价买走了 这史书上都有记载 这真的是 这邻居一听 哎呦我了不得了 他一看这个状态 他说我这邻居张旭 已经不是人了 变成摇钱树了 一封信就能卖这么多钱 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书法作品 那值多少钱 那可想而知了 所以通过这两个事 就看出张旭的作品 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以及他的价值 不管怎么样 他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张旭的书法 一定是很好 很绝 那么张旭的作品 这个作品之绝 绝在什么地方呢 两个地方 一个是作品本身很绝 另外一个就是 作品的表现手段 我们叫更绝 这句话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作为作品本身来讲 张旭是创造了一种新的 这个叫自行 叫狂潮的自行 他这个所创立的这种狂潮 不管它是外观的形态 它给人的那种潇洒飘逸 那种特有的神韵的灵动之气 对人们这种视觉 心理的这种冲击力 震撼力之大 可以让人们就是 不由自主的就拍手教语 因为张旭所创立的这个狂潮 实际上是搞了一次文字改革 他等于把很多中国字 重新怎么样 设计了一个新的字形 张旭还能够通过他本人的这种 书法的功底 把这个他所创立的 这个狂潮的这种神韵之处 酣畅淋漓的表达出来 实际真迹留下来的不多了 很少 我们用无从考证了 留下来的不多了 从这些留下不多的这些 自己来看确实是很棒 这无可非议了 很棒很棒 对吧 而且呢 从内行眼里看来 他这个狂潮 表面看来狂潮特点 这很随意一样 就是很随便这么一画了就出来了 但是外行看热闹 在内行眼里一看 他的每一个笔画 可以说都有出处 都有传承 不是随便下画出来的 正像这个古书叫做宣和书谱里 对张旭书法的评价 张旭的书法叫百出 而求其原流 无疑点化 不该规矩者 这是原文啊 也就是说张旭这个狂潮啊 那么一个点儿也让你能够体位或者感悟到我们老祖宗书法的这种韵味 所以他这个创新呢 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或者说是在几百家之长的基础上 古为金用 推陈出新的这样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 怎么样 张旭的狂潮 一经问世 好评如潮 盐真卿 我小时学书法 那都是祖师爷呀 盐铁流铁 这不基本都是按照这个苗红锅在的苗吗 对吧 你一辈子可能都找不到他的运辈 体会不到他的这种真谛 这么一个祖师爷 据史书记载 为了跟张旭学书法 怎么样 两次辞官 他不当官了 他去跟张旭 一心一意 踏踏实实的 从一笔一画学起 你就看张旭在这些心目中的位置 东府对他的评价 一句诗 叫辉豪落指如云烟 就你天地再怎么变化 怎么样 出不了我这个云烟的范畴 而云烟是什么 就是张旭的书法 也把张旭书法 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就说张旭书法之绝 通过这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讲过说张旭的书法之绝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叫表现手段很绝 我们叫更绝 叫千无古人后无来者 为什么呢 他发明了新的书法 他就是说书法形式 我们都是用鼻血 他是用头发血 以发出来书 把头发酿在墨汁里 然后甩开血 这很难很难啊 我们说他成功了 关键他成功了 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可以说如龙似凤 行云流水 看着以后就让你很飘逸的感觉 所以从书法的表现形式到书法本身 张旭这个绝是无庸置疑的 属于领军的地位 张旭和酒这个有什么关系 和病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 没有酒就没有张旭的 以发代书的狂草 没有张旭以发代书的狂草 就引不出我们今天要讲的病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张旭以发代书的这个绝境 前提必须喝酒 他不喝酒怎么样 引发不出他以发代书的冲动 没有这个冲动 也就没有这个怎么样 漂亮的绝的狂草 也更谈不上这个病 所以酒是个重要前提 我这样说是我自己嫁给张旭的 还是客观的呢 我们看史书有记载 史书这个唐朝李兆的国士博里 写过这一句话 就是张旭的书法的时候叫 饮酒折草书 挥笔而大叫 以头温水莫宗而树制 很清楚了 不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就唐朝的人记载 他必须喝酒 他不喝酒 就不会有以发代书的这种冲动 更出不来这种狂草 而且张旭的喝酒呢 还个特点 我们上次讲到李白的时候说 李白出现冲动的时候 喝多少酒呢 三百杯 大量饮酒才能出现冲动 那么张旭这种冲动 需要喝三百杯吗 或者更多 四百杯五百杯 恰恰相反 他只需要喝极少量极少量的酒 就会引起发病 喝多少呢 三杯 只喝李白的百分之一 他就可能出现冲动 以发代数 这也不是我胡说的 有史书记载 这叫做 张旭三杯草圣船 托帽 路顶汪宫前 这杜甫写的一首诗 告诉我们的三杯即可 这他很重要的特点 而且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 这个张旭以发代数的这个过程 发现他有六个特点 第一叫无先兆性 第二叫突然性 第三叫强烈性 第四叫短时性 第五呢叫憨睡性 第六呢叫失忆性 失去记忆 所以无先兆性 就是说张旭这个以发代数 他没有先兆 没有可能说提前他写个安民告示 说我张旭后天几点几点 后面是在那个大功能厅 我搞这个书法表演 大伙看看 没有 因为什么时候出现 别说大家不知道 张旭自己也不知道 他没有先兆 可是有人说了 刚才你们讲过了 张旭以发代数 前提要喝酒 喝酒就会出现 那喝酒算不算先兆呢 不叫先兆 那叫前提 因为他喝十次酒 未必出现五次 以发代数的这种状态 不是以喝酒准出现 你说哪次喝酒出现 哪次喝酒不出现 这大伙都不知道 都没有先兆 来无影 正因为没有先兆怎么样 他这个出现的时间现在很突然 突然就来了 从史书记载就是他这样用手写写字怎么样 突然脑子像一种冲动以后 马上把这个比方低下一扔 然后就以发代数进行表演 很突然 而且这个整个过程呢 张旭显得很兴奋 头部的运动很剧烈 所以体现一种叫强烈性 因为这么强烈时间能长吗 你说头部运动兴奋了一天一宿 可能吗 不可能 太长他受不了了 他要出事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短时性 几分钟几十分钟就结束 他什么时候结束呢 睡觉 他完了以后 他累了累了就倒地便睡 一睡一觉一打呼噜 这整个过程算结束了 而这结束以后 他醒了以后还有个特点 叫失忆性 怎么叫失忆性呢 就他对所发生过的过程 他一点都记不住 如果有人说 哎呀张旭不错啊 你昨天晚上以发代书了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都拍手叫诀 太好了 张旭会跟他说 你瞎说什么呢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没记得我一发代书啊 昨天我睡得好好啊 他不是装啊 他他真没记住 因为他这个特点就叫失忆 他对过程他不记住 或者顶多能记一点 哎 他说我记得似乎昨天晚上 怎么样呢 我曾经把头发站在墨里了 但后来怎么样 他说我就记不住了 只能记住一点 这是这个特点啊 这个病的特点 所以我们根据 从一个医生的视角 我们从医学角度分析 张旭以发代书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病的发作过程 什么病呢 我们叫做病理性醉酒 就这个病的发作过程 那么从医学角度 什么叫做病理性醉酒呢 啊 所谓病理性醉酒 从纯医学的角度谈 就叫做突然的 就是说短时间的 少量饮酒 所引发的一种叫做急性精神症状 这就纯医学术语了 从这句话里呢 有两个含义 哪两个含义呢 第一个首先要喝酒 第二个有精神症状 它这喝酒的特色 酒量要少 张旭就是酒量少 喝三杯 精神症状 我们从医学角度讲分三类 它可以兴奋 也可以抑制 也可以失调 那么作为病理性醉酒 在精神症状里 它主要特点是这三位哪一类呢 我们讲是以兴奋为主 我们医学术语叫做精神运动性兴奋的症状 也专业术语了 而这种兴奋 它临床表现又以什么为特色呢 暴力 它这个病特点 主要一表现出是暴力 一种无缘无故的攻击性 而这种攻击性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客观的 一个是主观的 客观呢 就是以毁物 伤人 甚至杀人 作为它一个临床表现啊 它不是杀人 是一种症状 主观呢 就变为自伤自残 伤他自己 那张旭的这个表现就属于自残了 我们从医学角度讲 一个这个岁数人 把头发放在墨里边 然后拼命的活动 你想他如果有高血啊 高血脂 高血糖 这不歪了吗 你说 他别说半小时 十分钟下来就得打摇一轮 这这这急诊车就给接走了 他得抢教去了 脑一血心就刚死了 所以他这种自残的行为 按照张大千先生的书法 病理性醉酒 一般会伴随暴力倾向 草生张旭 属于主观性 攻击性较弱 他只跟自己较劲 只在酒后进行忘物的书法创作 那么攻击性较强的客观型的病理性醉酒 又有哪些危害 而张旭的醉酒跟李白的醉酒 又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为什么作为这个病 他在就是说犯病的时候 会有暴力倾向呢 我们从医学角度讲 就在犯病的这个一瞬间 就这个过程 这个病人的脑子里出现一种 很离奇的我们叫啊 幻觉错觉和片段妄想 这等于医学术语 这说白了等于是 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很恐怖的画面 他就觉得 哎呦 这个人怎么看我一眼 他想害我 他想杀我 实际上就是过路人 无意中看了一点 也可能没看他 看别人 他人看他了 他有一种错觉出来了 而且错觉都是一种 像别人扑害他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用这样一种 不存在的恐怖画面 来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 就崴了 人家随便看了他一眼 他结果就认为别人要妥害他 他怎么样 先发之人 我先把他伤了 我甚至先把他杀了 他说出现一些个很离奇的 和这个人的性格也好 平常的表现也好 完全分离的一种表现 但要是我们看到这种病人 很文质彬彬的 犯病过后 找到我们一看 这人挺好啊 你说 学历也很高 有时候 位置也很高 他一犯病就不是他了 有丈夫杀太太的 有一个人就杀一个路人的 这都是实际病例啊 就恶果很厉害啊 正因为他危险性很大 所以尽管发病率很低 我们今天还是把它单独拿出来 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啊 总认为醉酒有什么 不是睡觉就好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 醉酒的人来讲 确实没什么 可是你别赶上病理性醉酒 你要赶上这个类型 麻烦了 这个恶果是你想象不到的啊 所以就希望大家建立这么一种观念 就有个印象 张大夫说过啊 有一种很可怕 所以一旦传统醉酒后 他有种暴力性倾向是怎么样 赶紧给他送到医院 别留在家里边 留在家里是个祸害 我们怎么诊断一个病理性醉酒 还得拿这个张旭做例子 诊断一个病理性醉酒 抓住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得喝酒 你说喝的再少 他也得喝 他说喝了两瓶可乐去杀人 这怎么也不叫病理性醉酒 这得抓起来 你这不可能 因为前提必须喝酒 当然喝的很少 那是他的第二个特点 很重要的特点 就酒量很少 但从医学角度讲 有没有规定 说一杯算少 一两算少 没有规定 因人而异 但是有个大的前提 什么前提呢 就是他这个酒量 对绝大多数人来讲 绝对不能够构成酒精中毒的恶果 我们讲张旭三杯 那个时代的三杯酒 这是米酒 跟啤酒 葡萄酒的度数差不多 三杯对一般人讲 就没什么事 先小菜一碟 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发病的重要因素 酒量少是重要的因素 是重要的诊断依据 大家要清楚这个 第三个特点就是 没有先兆 突然 我们刚才解释完了 而且从发病时间讲 我们抛开张旭 作为病理性醉酒这个病 他时间上有个特点 就短时性 不能时间很长 他说这一翻病 翻病三天三夜 这肯定不是这个病 那我们就不诊断这个病 诊断别的病了 他顶多几分钟 几十分钟 一个两小时 就得过去 这是他的特点 而张旭符合这个特点 张旭一个书法作品完成 几十分钟的事 他不可能一天一休 在那里写 不可能 而且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 叫失忆性 当他醒了以后 他杀了人以后 有些这样的病人 杀了人以后 最后警察抓住他的时候 他都会否认 我没杀 我怎么杀人 他并不是装啊 这病一个特点 他记不住了 张旭也是如此 他以发戴书以后 只要一醒了 他完全记不住了 而且史书还记载 他经常也凑在 哪堆人里边去了 凑在那堆 跟他评论书法 那堆人里去了 大伙正在评论了 你看那书法多棒 多有神 多有神韵 他也过去 这么好的书法 谁写的 这么好 一二三 给分析 别人都心里说 你不就你自己写的 你在这里 这么评论 这么蓬 对不对 等于表扬和自我表扬 相结合等于是 对吧 实际他不是 他犯病 他在一个病里 他确实记不住了 知道的人就知道有点毛病 不知道的就觉得 他有点王八卖卦 张旭这个急性病理性醉酒 我反过来讲 和李白的那个 我们讲过的醉酒 这两种醉酒 这两种醉酒 有什么区别呢 两种醉酒的区别就在于 李白的这个醉酒 属于急性酒精中毒里边 我们叫单纯性醉酒 它分三类 一个单纯性的 一个叫复杂性的 一个叫病理性 而张旭属于病理性 同样都叫急性酒精中毒 在具体分类里边 不一样 这个人的犯病 和张旭有相似的地点 也是个古人啊 他一犯病 也是有点像精神病发作一样 这位老兄发作的时候 怎么表现呢 他是以法代书吗 他不会以法代书 他搞一个古代版的 我们叫脱衣袖 这个人只要一犯病啊 他是把身上脱的一丝浮光 整个一个一个一个 搞个裸体表演 在屋里就大喊大叫 当有些朋友 无意中到他家做客 看到这古人怎么这么状态呢 又是大名人 有点说不过去 就劝他的时候 这位我们这位老兄 就跟他说 你懂得什么 对于我来讲啊 天和地就是我的房子 我这个住的小屋啊 就是我的医生啊 就是我的衣服裤子 我在这屋里 我不需要穿衣服 他反过来问这朋友 你怎么没经过我的允许 专到我裤子里边来了 你说这话说的 一看神经病的话 这精神病伐作了 我们不追究他的话的 具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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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了 他因为他是个症状啊 那这个病啊 和张旭的这个病 是一样吗 不一样 两个同样是精神病 但是来源于不同的病因 这个人是谁呢 刘灵属于竹林七贤之一 可是这个人 我翻阅他很多资料以后 我觉得很奇怪 要我们讲这个历史人物和酒的故事 所介绍的一些人物 除了喝酒 最重要呢 都有一记之长 而且这一记是很长 还不是一般的长 因为十四歌赋很棒 棒到他是师胜的一个位置 你说这个写字写得很好 变成狂草大师的这种位置 都是在专业上有特长 唯独这个刘灵啊 我看了半天资料 他除了喝酒 没别的本事 你说他有骂本事 你说我翻了没 他说文学上有创意 找不到宜君 你说他在官场上很厉害 造福一方 更找不到一点根和叶 他这一辈子没当过骂官 没怎么从政 所以到底他怎么出的名 我都感觉很奇怪 他就是靠喝酒出的名 这人本事很大 靠喝酒一般出不了名 顶多算个酒鬼 酗酒者是属于被人类 被社会边缘化的一批人类 就等于他酗酒以后 六亲不认了 你就喝到这以后 家也可以不要了 孩子不要了 就认酒了 很惨的一类人等于是 而流灵时期就属于这类人 他怎么出大名了 而且算竹林七仙了又 变成名人雅士了 这本身说明他本事很大 所以我找半天的特色 只能够从喝酒里边找 别说找不到 所以他之所以能够出名 就是酒量大 酒量大到什么程度呢 史书记载 他说他一次能喝四十斤 了不得 对吧 而且关键还不醉 你说李白喝三百倍 他最后醉了 刘灵喝四十斤酒 都没事人一样 他经常跟他的朋友 甚至包括他太太讲什么呢 他说我这辈子太冤了 冤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我喝了一辈子酒 就没尝过大醉是什么滋味 人家朋友都怪我一醉很美啊 整个是海阔天空啊 他说我就一直就 怎么喝都清醒 你说冤不冤吧 太太一听的话就急了 你说你一天喝这么多酒 太太是过日子人的 这酒可不是白来的 你花钱买呀 他说我一天给你这么多钱 你买酒喝 喝到这个份上 你还冤得哄 还觉得没尝过醉的滋味 我让你醉一把看看 结果就让两个小伙子 把这刘灵啊 给扔到酒缸里边去了 太太一生气睡觉去了 第二天醒来一看 一掀开钢盖 整个一缸酒 全让刘灵喝光了 喝光以后 刘灵的盘腿打坐了 这缸里边 正在做气功了 所以太太还没能说话 这刘灵就让起来了 他说你昨天啊 告诉我 让我醉一把 我到现在上午了 我还不知道醉是什么滋味的 喝了一缸酒 还不知道醉是什么滋味的 就算酒量有多大 所以他是靠酒出的名 靠酒出的名 但他的这个表现 我们讲啊 这个临床表现 这个精神症状 虽然和张旭 在分类学上 从我们医学角 就分类学角 都属于精神症状 都属于精神症状 但是有本质的不同 从病的名称就不一样 一个叫病理性醉酒 一个叫做慢性酒精中毒性 精神症状 两个诊断就不一样 而具体到 他的发病原因 临床表现 也有值得差异 作为病理性醉酒 他的这个 喝酒的特点 一定得少 这是很关键的 而慢性酒精中毒性 精神症状 他喝酒量怎么样 要大 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流量怎么一次喝多少呢 喝四十斤呢 这符合这个诊断的要求 而且从症状表现讲 病理性醉酒 他的症状表现特点 是两个字 暴力 攻击性 危害性很大 而作为慢性酒精中毒性精神症状 他这个症状特点 他不具备攻击性 不具备暴力性 一样他就表演脱衣袖 就等于是他不对别人构上攻击 这是两者的特点 不一样 我们呢 就说 截止到现在 我们等于是 讲了谁呢 李白 张旭和刘玲 这三个人物 讲了四种病 一种是急性酒精中毒 一种是酒精依赖症 一种是病理性醉酒 加上慢性酒精中毒性精神症状 这四个病 这几个人 一个共同的特点是 就是说 酗酒过度 导致的伤害 都局限在这喝酒人身上了 就是 我喝酒我负责 对不对 我喝了酒出事 我认头了 都出现在 你喝酒人的身上 还从医学角度讲 有没有 过度酗酒 不仅影响了本人 而且还影响后代了 导致怎么样 一箭双雕的这种 让你后代 跟着一块背黑锅子 这种病有没有 有 我先明确的告诉大家 就由于酗酒过度 不仅本人受到影响 而且还让孩子 跟他一块受累 一块出现很多问题 给孩子又造成了 怎么样 一生可以说是 不可挽回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恶劣后果 这种病是有的 首先我告诉大家有 那第二个问题就说 作为古代的历史人物 有没有个具体病例 说张三里四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酗酒过多 不仅影响自己 还波及子孙 这样有没有 有一个很典型的病例 而且这个人在历史上 还是一个很著名的文人默克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那么这个人具体叫什么名字 他怎么影响了后代 这后代又得了一种什么病 下节课再讲 谢谢大家 说起陶渊明 我们就会想起 他踩于东里下 悠然见南山的名剧 但在这看似潇洒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家庭悲剧 他的五个儿子 都是先天性痴呆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这又和陶渊明的需求 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请您继续收看 明人酒故事第四集 但恨饮酒不得足